齊樓下李欣男子遭遠景壓制 他還企圖掙脫 一旁見義勇為的民眾 比手畫腳說著 剛剛這名嫌犯 拿刀砍人 地面上血跡斑斑好嚇人 這名老婦人目睹整起過程 嚇到腿軟 砍人案怎麼發生的 二十九號深夜接近十二點 林欣男子買來炸物 和女友 朋友在棋樓下喝酒聊天 疑似音量過大 導致里男不滿 他平日在市場擺攤賣棉被 這麼吵打擾他睡眠 他下樓大嗆 我要砍人 沒多久返回住處 拿菜刀出門 很氣憤說我想砍人 結果轉上去沒多久下來了 我的這裡 背面這裡 走起來 被他打的 女友被打 林欣男子追上前理論 對方暴走 揮刀砍人 我跟他扭打起來 打到隔壁這邊之後 然後他就拿刀出來給我砍下去 砍下去之後我打在地上 我就起來繼續打他 後面沒多久就彈門那天 我哥哥有把他壓制住 八公分 然後縫了十四 太陽穴貼著紗布 全身衣褲血跡斑斑 被害人嚇壞了 跟對方無緣無仇 喝酒聊天 竟然被砍 被害人他們在棋樓 就喝酒喧嘩 就比較大聲一點 想到他睡眠 當地住說嫌犯持刀揮舞 不是第一次 附近鄰居先怕怕 就怕男子嚇壞心情再不美麗 又揮刀傷人 記者 尼世綱 阿公雅麥 邵紫陽 新北市報導